197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数万米的高空中 一个直径15米的庞大气球 在经过半个地球的飞行后 飘入中国领空 这可不是什么玩具 而是美国的新型间谍武器 专门用来拍摄他国地面的情报 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都深受其害 却无可奈何 然而 中国空军却果断出击 一举击毁了这个间谍气球 让全世界都为之惊讶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用气球 作为间谍武器 苏联为什么对付不了 中国又是如何将其打下来的 本期为大家讲述 击落美国间谍气球背后的故事 首先 间谍气球可不是印象中 那种普通的气球 而是美国在冷战期间 为了进行军事侦查 而专门研发的一种高科技装备 冷战期间 美苏两国为了争霸 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来研制新式间谍武器 以便获取对手的内部机密 从而在争霸中获得优势 本来 美国一向惯于使用高空侦查机 并专门为此研发了一款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U2侦查机 这款飞机的最大巡航高度 可达两万七千多米 比同时期苏联最强歼机 米格17 还要高一万四千多米 也就是说 它可以肆意闯入任何一个国家的领空 而该国只能眼看对方嚣张地飞过 却无可奈何 不过 苏军后来还是找到了对付的方法 1960年 正当一架美国U2侦查机 从巴基斯坦白沙瓦机场起飞不久后 埋伏多时的苏军 使用了杀手锏 萨姆二导弹 一轮14发导弹骑射 U2侦查机当场从万米高空被击落 终于拿到美国入侵的物证后 苏联趁势在国际上向美国发难 谴责其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 一度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下不来台 因此美国不得不再研究一种 连导弹都难以打下的新式间谍武器 这就是高空间谍气球 这种气球每个的直径都有10到20米 体型庞大 内部充满大量低密度气体 产生强大的上升力 最高能够飞到4万米的高空 而在气球的底部 安装有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清摄像机 和拳头发射的装置 即使在万米高空 也能排清地面上的景物 再通过无线电传送回美国 不过由于当时的遥控技术还不够发达 因此这些间谍气球在升空后 只能任其随着同温层气流 自西向东的做环球飞行 因此自从冷战开启后 美国为了拍摄到亚洲地区足够的照片资料 只能用数量弥补质量 在1955年到1956年 短短一年时间内 美国生产了大约3500个间谍气球 专门用于秘密侦查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气球虽说体积庞大 但由于处于4万米的大气同温层中 想要击落可谓是困难重重 第一 同温层通常没有云、雾、雨、雪 天空也不再是蔚蓝色 而是深蓝道近乎黑色 非常影响飞行员视线 第二 间谍气球体积庞大 直径有10余米 飞行速度缓慢 相比亚音速战机几乎处于静止 因此 飞行员可能上一秒才找到气球 下一秒就近在咫尺 瞄准开火和闪避等一系列动作 都要在瞬间完成 难度之大 可想而知 不然一旦撞上气球 就会被气球裹住 最后击毁人亡 第三 即便能在发现气球后立刻开炮 也会面临坠机的风险 由于同温层的空气稀薄 空气动力减少 战机的机动性能会变差 一旦开炮 炮口喷出的瓦斯 就会进入发动机 很容易造成发动机停转 炮机产生的后座力 也可能导致飞机失速 最终击毁人亡 至于使用导弹也不现实 要知道 苏联萨姆2防空导弹的 最高作战高度为34000米 但间谍气球的高度是4万米 而正是这6000米的高度 令苏联导弹望尘莫及 况且身处几万米以上高空的气球 从地面上几乎根本看不到 在那个瞄准系统上不发达的年代 想要击落几乎只能碰运气 所以 当1974年5月 美国的间谍气球出现在苏联的西伯利亚上空时 苏联虽然出动了米格19 米格21等顶级战机前去拦截 结果却都以失败告终 只能眼睁睁看着气球飞过苏联领土 将各处军事基地都一览无余 因此 即便强硬如苏联 面对美国的高空间谍气球 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忍气吞声 苏联专家还专门为此研发了一款 M17平流层高空气球截击机 只是这种战机 直到1982年才完成了首飞 不过 在此之前 中国却成功打下了高空间谍气球 完成了连苏联都做不到的事 1974年5月 当间谍气球飞过苏联国土 开始进入新中国后 美国就放松了警惕 控制气球高度 下降到了一万米到两万米左右 因为在他们看来 光是这个高度 对于当时还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 想要击落肯定比登天还难 于是 间谍气球就开始肆无忌惮地 从高空拍摄 这种随意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 自然引起了中方的怒火 接着 空军战斗机立即起飞拦截 然而 当时中国空军的战机 最大高度也只有1.8万米 因此几次拦截都未能成功 而此时 间谍气球已经顺着气流 飘到了河北省的异线 如果此时还不能将其击落 它就将从渤海湾飞出中国领空 届时 大量地面情况将被美国获得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 连周总理都亲自过问此事 指挥空军部队 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它打下来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 空军指挥部连夜成立了临时指挥小组 召开紧急会议 在经过反复研究后 最终决定挑选了四名最优秀的飞行员 驾驶歼6战斗机 按10分钟一架次轮流升空作战 争取在距离气球1000米到2000米时 以一炮齐发的方式击落对方 需要说明的是 空军指挥部虽然制定好了计划 但任务依旧十分危险 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击毁人亡的悲剧 因此 四名被选中的飞行员都必须是最精锐的 并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 而他们的其中之一 就是中国王牌飞行员董培 他出生于广西柳江县 17岁就考入了航空学校 1960年 董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圆满毕业 被授予少卫军衔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蓝天之旅 在部队里 董培遇到了一位名师 新中国一级战斗英雄赵宝彤 在新中国的空军史上 赵宝彤的名字 可谓是如雷贯耳 他曾在朝鲜战场 创下了一人击落 七架美国飞机的惊人战绩 吓得美军飞行员 从此不敢跟他交手 而对于董培这名学生 赵宝彤赞赏有加 称其是他见过的最优秀飞行员 由此可见 董培有多么厉害 而这一次 他将肩负保卫新中国 维护空军荣誉的重任 完成连苏联也没做到的壮具 1974年5月15日 上午9时 随着一颗信号弹的突然升起 四架歼6战机 按次序 先后冲入云霄 直扑向万米高空外的 美国间谍气球 然而 在万米高空中的间谍气球 常常随着气流的波动 来回做无规则运动 再加上 要考虑距离 速度和火力等因素 所以先起飞的两架战机 虽然连续打出一串航炮 结果却全都打偏 两位战友接连的失败 让坐在第三架战机 驾驶舱里的董培压力倍增 不过 他还来不及多想 就按照指挥员的命令 驾驶着飞机呼啸而起 像一把利剑直插云霄 在靠近气球后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果断开火 一串航炮随即射向气球 可惜 由于气流的不稳定 间谍气球东摇西晃 炮弹与气球擦肩而过 眼见原定的作战方案 没取得效果 董培很不甘心 驾驶着战机 绕气球飞了一圈 同时在心里考虑改变作战方案 渐渐的 一个颇为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头 董培决定 将作战方案修改三个部分 第一 要靠近间谍气球 把距离由原来的一千米 作小到更危险的四百米 第二 提高射击角度 第三 单炮射击命中率太低 因此改为三炮骑射 来提高命中率 不得不说 这样做虽然提高了成功率 但危险程度也成倍的提升 而每一名飞行员 都是国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才培养出来的 哪怕牺牲一个 都是巨大的损失 然而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 和空军的荣誉 董培已经顾不上这些 他甚至来不及 向地面指挥部报告 就直接调转机头 向气球逼近 在距离约四百米时 果断三炮齐发 只听一声巨响 庞大的间谍气球 像一个气泡般 在万米高空瞬间爆炸 这个穿越了半个地球 让包括苏联在内的数个国家 都无可奈何的间谍武器 终于栽在了中国空军手里 气球剩余的残骸和摄影器材 一起吊在了河北省境内 在被找到后 收藏于历史博物馆 称为美国永远的耻辱 而董培也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 驾驶着战机安全返回 国家为表彰其功劳 将其从中队长升为了大队长 这次事件 展现了中国空军 以无以伦比的技术和勇气 做到了连苏联也没有完成的事情 可谓是值得骄傲 靠近点 解讯